大家好 欢迎收看战机队 我是杨基 杨队长 现在本周有了两架E-2D预警机 从美国不远万里坐船 来到了日本山口县阎国车的港口 先要在阎国的美军基地把包装给拆了 完成飞行前的检查调试再飞几个架次 下个月再转场到青森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三德基地 而这关注的是在山口县的政府网站上说 这两架E-2D有的重大概进 是真正的日本规格 主要是在机翼的折叠段增加了额外邮箱 能够把续航时间从五六小时增加到八九小时 但是防卫省文件中并未挑这一点 而且我这一看 它这个开关状态还跌着个膀子 我就深度怀疑 这批E-2D和之前那一批属于地瓜剑红薯 没啥区别 咱们看图说话 E-2系列的机翼油箱只在固定段里头有 在折叠段里头是不塞油的 其实也不光E-2这样 在这个箭在战斗机里头 但凡要折叠机翼的 大多数它折叠段都不塞油 为了降低阻力 这战斗机机翼一行普遍比较薄 而且肯定是越往外越薄 那外一段里头没多少油水 这也使得折叠脚垫内部的空间油线 它不好布置油路 这时候你就觉得 你像F14这种可变后绿意 好得很 你跟折叠意一样 也能节省空间 而且完事还不耽误C油 不过话说回来 这折叠段就一定不能布置油箱吗 其实哥鲁办公司 自个家就有反例 一代经典 咱们也曾经在国土防空作战中 干下两架的A6入侵者系列重型舰载攻击机 包括EA6B徘徊者电子战机在内 为了把最大内油量兑到9000升左右 这么一个跟苏33都大差不差的水平 你反正机翼厚实 折叠脚垫里头空间也大 那就把折叠一段利用起来塞上油箱 当然 只有需要把这一块供油转机也设计好了 来保证机翼是折叠时打开时都没问题 而相比A6那种比较正常的折叠方式 EA2这种折叠方式 你要想把这个供油转节段给安排上 多少是费点劲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 你反正还没异于何为呢 也没有到说变出弹射航母这一步 为了多装点油 EA2这机翼不折也罢 当然你要说 这种折只是一个便于运输的状态 等这个机翼展开之后 给它固定了 把油路这一块疑似性使得明白 再从什么言国飞往三则 那也行吧 反正跟日本之前买的所有的EA2C还有EA2D一样 作为陆机预警机使用 这个先进鹰眼和其他的中型预警机 特别是新加坡和以色列这些 之前也用EA2的国家 现在用的弯流G550这类 喷气式供物机平台改的 专用暗机预警机相比 各种性能上终归有点英雄气端 想学以色列和现在的美国这样 你加一个空中手油管吧 飞机改装是简单的 可是航空自卫队没那个能力 想改硬管加油 反正其实对于EA2这种 机舱里的哥仨 成天在狭小的暗室底盯着屏幕 坐在一排树袋放的三个椅子上 保证飞机在保持平飞的姿态还留有影角 导致你全程并不怎么舒服的飞机再说 无论是加大内游还是空中加油 延长航程更多是任务与政治上的需要 你要问那技术成员 你想不想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还不如那EA2的另外一项感谢时代 啥呢 是给驾驶舱那俩哥们也弄了一个指控瓶 省得没事这俩人啊 别老一开了 自动驾驶一夜就跟塔台小姑娘聊骚 好歹看看空情传达一下 给后面哥几个分担点 像这些好处啊 航空自卫队很快就能利用起来 毕竟空自在预警机这一块的使用经验相当丰富 当初这帮老小子眼光挺长远 EA2系列基本型EA2A 1965年刚刚参加越南战争 1966年当时这个日本内阁制定第三次中期防的时候 空自又说了咱们啊得去美国买预警机 但那钱是左藤荣作内阁 咱们说啊 左藤这人他亲哥就是安倍的老爷安信介 这人是在任期间参拜靖国神社高达11次 像小泉纯义郎这种新世纪以来去的最多 去六次的跟他一比都简直跟好人一样 你也难怪啊 左藤卸任没到三年喝两口酒 哎就脑一血发作亡了 但是呢说正经呢 他在对美关系上比较小心 能占尼克松一个便宜 把琉球啊偷成他们的就不错了 其他的事那都是英装尽装 比如说提出这个吴和三元德这些 一听空自说啊 要去美国买预警机 你闲着啥呢 那玩意美国能卖给你吗 你要真想要 咱可国内开发一下不行吗 空自也说了 就日本搞飞机这帮人 YS-11一个双发小克机 都整的半拉克机的 你让他们去开发预警机 没那个能力知道吗 总之 最后啊 第三次中期房是没整这玩意儿 结果就在十年后 1976年 别连科中尉开着米格25 一头冲进韩馆机场 让日本的空方体系 丢了大人 这个时候组成重座 分头炒菜是高的 哎 那个赶紧同意 航空自卫队啊 先买个八架 而且啊 买的碗也有好处 直接买的是性能成熟的 E-2C第二批次 1982年5月份 第一架飞机 在美国首飞之后 没多久 以色列就在 贝卡古地空战中 投入了同行机 其战场表现 让日本人觉得 哎 买的真值 1986年 全部交付之后呢 还增购了5架 94年全部交付 加上1999年 交付空自的 四架E-767大型预警机 它设备上 跟美军的E-3差不多 就是换了一个 波音767平台 这样呢 在预警机规模这一块 当人类告别20世纪的时候 航空自卫队 那确实是 凶居东亚 然而 东亚毕竟是怪物房 不仅有那个 过了几年 自己就能造 大中小 各种预警机的 东亚某国 而且 就许你日本 买美国预警机吗 南朝鲜啊 它一样也买得着 买的还是 配备了 有缘 相控制内达的E-737 在2012年的时候 四架飞机全部到位 这时候日本肯定想要巩固这个地位 也考虑过硬件性能相比E-2 全面超出的E-737 但它一看 E-737是一个歪帽型预警机 美国空军它自己不用 要想在美日同盟架构下 迅速形成战斗地 还是尽可能保持一致好 于是呢 就接着买了E-2系列最新型号 E-2D 数量也是13架 从2015残年到2019残年拍下来 结果是 刚交付头三架没多久 先是美国空军高官争相表示 E-737是个好飞机 咱们还是买了 抓点紧 把老E-3换了吧 今年4月26日 美国空军正式官宣 E-737将在进行适应性改进后 从2027年开始 以E-7之名交付美军 这下子 航空自卫队多少有点嘎嘱了 说好的马赛克站呢 说好的大型预警机没用呢 是 E-737不便宜 英国人2019年也订了这5架 单价是4亿美元 同一年 空司订了9家12D 单价是3.5亿美元 也没见便宜哪去 但反正木已成舟了 就按计划来吧 可就这计划都跟日本开玩笑 原本说好的是 所有12D都跟刚才说的那个 外一段邮箱 虽然日本为此 还得额外掏9亿美元的一次性工程费用 你往这十三架飞机上 每架一摊 这比E-737还贵的 但好歹流空时间能长点 花就花吧 结果是不仅拖到现在 交付了头三架 仍然没这个能力 就那笔一次性工程费 现在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 顺利突破十位数了 你说这第五架 第六架 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仍然难说 现在空司只能自表安慰 说E-2 是个成熟平台 动力可耗 经受了实战考验这些 那我寻思人家E-7平台 还是不仅7-7呢 葛土耳其那边 也是有过实战经历的 而且就在上周二下午 三则基地的一架 E-2D还正式因为 发动机故障 哎 破降了 随着这个日本 E-2C机队的老花 这些呢 逐渐到了40岁的老鹰眼 肯定得有替换型号 这回吧 我觉得看在 每一日同盟的份上 一期很有可能 在十年之后 再次成为 空自考究选项 当然 日本账面上呢 也有别的选项 比方说前几年 在P-1反潜 训诺机基础上 琢磨的那个方案 不过要我说 就别这样了 承认自己当年 没能像采购KT-767 先与美军发展KT-46 加工机那样 再上演一次 尾巴咬狗的奇迹 也不丢人 也不咬狗 空自未来 将如何更新其 预警机机队 咱们还会接着关注 观察者网 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的 新闻网站 我们秉持全球视野 中国观海景点 为大家制作节目 想支持我的朋友 可以加入 服务会员频道观察员 1998元 使用邀请码 5281 可以利减10元 现在充值或者续费 可以领取 富丹大学 中国研究院出品的 东方学刊第16期 和范永鹏老师 著作的 从公司到国家 美国制度困局的 历史解释 限量300套 大家赶紧行动吧 本期《真机队》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